今天和大家说一宗很有趣的新闻消息 都是一个商业广告 说的是一间海美燕窩集货店大盏 它登了一个广告 在Facebook上大家都见到 它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政治打压虚伪不可取 贸易壁垒阻全球发展 另外一方面它是有东西送的 为什麽呢 只要你拿着这个华为的手机 其实你去到买这个日本金黄小元贝一磅 就会送西班牙黑猪午餐肉两罐 另外如果你买以下的 它在Facebook上写以下 的燕窩就会送特朗普八年茶饼一个 这件事都相当之有趣 首先就是说 其实我想香港人对于这种 利用政治事件去宣传商业产品 过去其实在商界不多见 以后我估计也不会太多 因为怎解呢 其实因为政治事件相对是相当之敏感的事情 其实商界是不是在这些问题上 都要事事表个态才为政治正确呢 反过来说我觉得其实香港人很多时 都除了言论自由之外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有时我们都有一个沉默的自由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一样东西都要出来表个态 才代表我支持的 我们爱国其实在心里面已经够了 是不需要下下说出口的 更加黄论你说拿来赚钱 估论怎样都好 其实我觉得今次大盏 就是用这个华为手机这件事情 去做一个推销的一个行为 其实都很耐人尋味 因为为何我这样说呢 究竟什么叫特朗普百年茶饼呢 这件事我真的想来想去都想不通 另外他说用华为中国的手机 买日本的金黄小圆杯 就送西班牙的黑猪五餐肉 三个国家来的 那究竟他的逻辑是怎样的呢 那为何又会明明是帮一个国家的 一个手机品牌 就会走去买日本元杯 然后再送西班牙五餐肉 真是好乱 其实我觉得或者我个人 都可以有一些提议 如果有一些商号 下次要表达他的爱国情怀 爱国心的话 就真的在他挑选产品 甚至乎背后那套逻辑 你都要讲得通才行的 就不是说我旗次鲜明 讲了一句slogan出来之后 然后我自己喜欢挑选什么产品 去买或者送什么都可以 即是随心所欲的 连这个特朗普茶饼他都想了 究竟他有没有想过 可能其实特朗普这个名字 本身都有一个商标注册的呢 当然了 我就因为时间太短了 就没有查证过 不过其实我想 有去过美国的人 即市民都知道 其实Donald Trump 这个名字 其实注册也绝不是出奇的事 因为有很多用他的名字 去建的大厦 或者一些度假村 酒店等等等等 所以我在这里也奉劝大家 下次如果要用这个名字 或者做一些政治宣传的话 都真的要想清想彩 还有要量度一量 如果不是到头来 市民或者你的消费者 不接受之余 还会对你可能会有些反效果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